字幕主持人,Kathy 大家好,我是節目主持人,Kathy 今集的參賽者已經準備就緒了 黃先生是一名資訊科技技術員 你流汗了,是不是很緊張? 不是,我經常都這麼大汗 平時有沒有吃中藥? 有,我老婆經常用藥材煲湯給我喝 每次都由我負責買 希望你買藥材的經驗可以幫你 第一條問題,以下哪個不是東蟲下草的功能? A.保腎益肺 B.化痰 C.狗咳虛爐 B.散乳 我是D,散乳 沒錯,大家平時熟悉的東蟲下草 除了有保腎益肺的功能 亦都可以用於化痰和狗咳虛爐 第二條問題,以下哪個是東蟲下草的特徵? A.觸八對,中間四對明顯 B.觸八對,中間四對少突出 C.觸十對,中間四對明顯 D.觸十對,中間四對少突出 D.觸十對,中間四對明顯 我記得,是八對 B.散乳 不好意思,黃先生 答案是A.觸八對,中間四對明顯 沒可能 我買回來的都是有少少突出 看來這條問題有點爭議 不如請教一下專家 各位觀眾,大家好 先解答了主持人的問題 東蟲下草最明顯的特徵 是蟲體橫紋明顯 腳八對,中間四對腳明顯 至於阿香棒蟲草,雖然都是八對腳 但中間四對腳就沒那麼明顯 難道我真的搞錯了東蟲下草和阿香棒蟲草? 湯博士,有甚麼方法可以分辨兩者? 在微性狀特徵上面 可以從兩者蟲體的腹中、紙歐 和氣門去區分 衛生署的政府中藥檢測中心 亦會利用粉末顯微特徵進行鑑定 例如從兩者蟲體體壁細胞 還有蟲體的紙歐差異都可以區分到 政府中藥檢測中心做了100對 香港常見容易混撈中藥的研究 研究成果已上載在衛生署中醫藥規管辦公室網站 大家可以利用網上檢測系統 搜尋相關的藥材專論 以了解更多 多謝湯博士 黃先生,剛才的資訊有沒有幫到你? 有,我也要回去看看我有沒有買錯 好,多謝你來參與 歡迎下次再來挑戰 MING PAO TORONTO